男人捧起一滴水送到嘴里 水竟然变成了沙子 他不停地干呕起来 人也来到了沙漠 男人瞬间蒙了圈 他不停地向前走去 穿过茫茫沙漠 来到一处峡谷 又看见刚才的小溪 他非常高兴 急不可耐地趴了上去 可下一秒 他又回到了沙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动作 他又来到小溪边 不过这次没敢喝水 直接蹚了过去 走了66.6米后 来到公路上 拦下一辆面包车 司机友好的给他一瓶水 他拧开盖子喝了起来 可下一秒 水就变成了沙子 他又穿越到沙漠里 没办法 只好再来一遍 公路上又拦到一辆车 怎么还是刚才的司机 他又拿出水来 大壮终于回到家里 突然看到水龙头在滴水 他舔了舔舌头 接了一杯水 放点冰块 慢慢拉了过来 死死盯着杯子 咽了下吐沫 把手指放到杯子里 然后缩了下手指 闭上眼睛等死 可什么都没发生 他又站了下手指 一下又一下 越来越快 感觉诅咒消失了 端起杯子喝了起来 还是没有穿越 之后喝了个水饱 脱下鞋子 跳到泳池里 痛痛快快洗了个澡 正当他兴奋时 突然从沙子里钻了出来 满脸的苦涩 他坐在墙角 想起之前的对话 这时一个美女走了过来 下一秒她就不见了 原来她穿越到沙漠里 开启了下一轮的循环 这个女人太倒霉了 睡着睡着觉 屋里竟然下起了雨 没办法 只好起床了 她边看报纸 边喝咖啡 还把油条盖了起来 然后美美地画了个睫毛 再涂上性感的口红 可这么化妆 真的有效果吗 乘公交车上班时 为什么只有她的头顶下雨 其他乘客没事呢 旁边的大爷都看不下去了 礼貌地站起来挪到后面 女人依旧笑脸相迎 她向窗外看去 外面晴空万里 天气非常好 也没下雨呀 乘电梯时雨都没有停 应该是得罪了雨神 尽管雨越下越大 她还是非常认真的工作 不过眼镜上都是雾气 赶紧摘下来 用卫生纸擦一擦 可戴上去后还是看不清 干脆不戴了 这使领导走过来安排工作 把头发往后一扎 认真的听了起来 不过很快纸就湿透了 轻轻一拽就成了浆火 没办法只好放到一边 还用手按了按 结果挤出很多水 然后继续工作 突然键盘冒出火花 电脑也冒起白烟 这下彻底没法工作了 那就揭杯水压压惊 可杯子里的水越喝越多 中午吃饭时 就下起了大雨 没一会盘子里就装满了水 她还是津津有味的吃着 旁边的顾客投来异样的目光 她依旧坦然面对 大唐经理看不下去了 请她尽快离开这里 出来后 外面竟然也下起雨来 她习惯性的打开伞 可过了一会儿后 发现没有效果 就把伞收了起来 感觉这样也挺好 至少别人不觉得她是另类 把伞扔到地上 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男孩是火神下凡 妈妈亲了一口 嘴就烫了个泡 跟妹妹玩游戏 她一生气 被子就着起火来 妈妈急忙拿出灭火器 喷了她一身 看别人吃冰棍 她也想尝尝 结果冰棍瞬间变成牛奶 刚接过来就剩下个棍 逗得妹妹笑个不停 玩具都被烧坏 衣服上都是窟窿 想偷偷喝口可乐 杯子都被烧化了 趁妹妹睡觉时给她探个大波浪 小孩放鞭炮时 好心地帮她点蓝 家里最多的就是灭火器 洗澡必须用冰块 想去寺庙看看怎么回事 结果师父换了好几个 浮尘烧了好几把 都解决不了问题 小帅到了30岁还是单身狗 不过小美对她一见钟情 双方父母讨论婚事 岳父对小帅赞不绝口 老爸不想伤害他们 把小帅这些年的糟心事说了一遍 不过岳父微微一笑 表示这都不是事 随手拿起遥控器 空调打开 吹出40度的冷风 小帅觉得无比凉爽 当小美拿出冰棍时 小帅还想拒绝 可拿起来后 冰棍竟然安然无恙 这下妹妹都不淡定了 小帅终于吃上了冰棍 他们丢掉灭火器 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 女人觉得脸上痒痒的 在显微镜下一照 窝了个乖乖 这是什么 赶紧对准焦距 脸上竟然有个深坑 吓一鸟 一个农夫扛着锄头走了过来 在大坑里刨起土来 他不停地挥动锄头 没过多久 大坑就变成一块农田 无数人在这里辛勤的老作者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女人刨个坑 把黑头埋到土里 小伙再喷洒农药 大壮脸上满是笑容 原来是小美带着孩子 给她送饭吃 这可把她高兴坏了 患者说 我的脸有问题吗 医生说 我在检查检查 她继续看去 一家人坐在长椅上 有说有笑 非常兴奋 男人说 今年是个丰收年 咱们努力努力 再要个大胖小子 患者说 要看到什么时候呢 医生虽然于心不冷 还是抹了点面霜 伸出细长的手指 涂到女人左脸上 瞬间天边涌出滚滚波浪 人们抬头望去 都停止了手中的动作 眼看波浪越来越近 女孩说 那是什么 男人大吼一声 他们把黑头装到篮子里 快速向前跑去 大壮急忙给弟弟打了个电话 他还在南非享受着日光浴 可下一秒 右边也涂上面霜 医生不冷地闭上眼睛 滚滚波浪袭来 人们跑着跑着 突然停了下来 原来下面是万丈深渊 也是女人的下巴 随着面霜的涂抹 巨浪眼看就到近前 医生眼中饱含泪水 他们别无选择 跟亲人们做最后的告别 最后淹没在滚滚巨浪中 男人配了点魔法药水 往石头上一滴 石头瞬间不见了 见实验成功 他急不可耐地喝了下去 双手不停地颤抖 空间越来越不稳定 一片蓝光过后 他竟然来到铁柜上 这时一声鸣笛传来 回头一看 火车正快速驶来 吓得他转身就跑 眼看火车越来越近 突然一道蓝光闪过 他又穿越到南极 零下50度的高温 让他瑟瑟发抖 正在这时 一只北极熊跑了过来 想给他个拥抱 突然空间波动一闪 他抓着两只熊掌穿越回来 随后又听见倒计时的声音 一抬头 火箭正好发射 急忙伸手阻挡100度的高温 再次发生了穿越 赶紧扑灭手上的火焰 他竟然身在万米高空中 下一秒就急速下落 眼看要亲吻大地 又穿越到漆黑的空间 他点燃打火机 上面竟然有个盖子 旁边还有一具骷髅 随后用力捶了下盖子 没几下就涌出大量沙子 下一秒 他就回到了家里 看来魔法药水不能随便喝 可他还是不甘心 又制作出一把时空枪 朝墙上射了下 顿时形成一道稳定的空间裂缝 小手一抬 竟然看到了大海 可下一秒 海水就涌了进来 瞬间屋子就被海水淹没 家具家电都飘了起来 约尔也游来游去 他快速向裂缝冲去 可裂缝却消失不见了 他只好改变方向 又朝厕所游去 费了五分钟终于来到厕所 急忙按下冲水按钮 顿时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差点把它吸了进去 眨眼间水就被冲走了 他捡起地上的鱼 准备做顿大餐 海中出现一头巨兽 爱看热闹的人扭头望去 巨兽慢慢向岸边走来 张开十厘米的大嘴 一声咆哮 差点把人震晕过去 人们纷纷四散奔逃 大壮是个有洁癖的人 擦掉脚上的沙子 穿上38码的红星二克 刚想逃走 看到地上有个林妹妹 在不停地呼救 她竟然差点被人活埋了 经过不懈努力 终于把她救了出来 可大壮的花痴病犯了 这时一架轰炸机飞来 不停地射出导弹 哥斯拉都成了她的背景墙 突然巨大的冲击波袭来 把大壮震醒了 虽然射出很多导弹 可根本奈何不了 十米高的哥斯拉 而哥斯拉喷出原子吐息 飞机就发生了爆炸 正在这时 一个三米高的怪兽出现 抬起41码的大脚 把几人踩成手抓饼 拖拖拉举起火箭筒 就是一顿猛烈输出 怪兽伸手抓起一人 用出吃奶的力气 扔到3.2米之外 随后来到小院里 又抓起一人 大壮没有害怕 捡起地上的火箭筒 快速向前跑去 对准怪兽 发出一枚榴弹炮 一片火光过后 怪兽咋地没咋地 转过身来 刚想发动袭击 突然一道光束射来 救下了大壮 原来是哥斯拉来了 他一声大吼 跟怪兽对峙起来 下一秒 背上泛起一片绿光 想要发出大招 怪兽的头一阵旋转 放出超声波攻击 空间产生一阵波动 哥斯拉被震得头昏眼花 没了攻击力 大壮放下背包 从里面找起了秘密武器 红色弓箭步行 蓝色鳄鱼不是对手 这是什么 葵花宝典吗 也不合适 随后掏出一只迷你耳机 这个正合适 放到火箭筒里 对准哥斯拉 砰的一声发射出去 正好钻进他的耳朵里 拿起手机 放了手小苹果 顿时哥斯拉就摆脱音波的干扰 一声大吼 背上冒出绿光 喷出原子吐息 怪兽就成了飞灰 大壮也获得了真爱 这虽然是一部恶搞短片 但特效和剧情还算不错 最重要的是 还有温情的一面 喜欢的可以看下原片